红袜大清仓 送走主将 林哲轩登上大联盟 红袜高层昨天引爆震撼带 大手主将红袜王牌投手飞鸡特 主号钢萨雷斯 飞猫腿长棒克劳佛 三位碳板球星 还有内野手彭托 外加台币约三亿三千万元现金送给稻奇 换来的稻奇一类手龙泥和四位年轻好手 红袜除了将主将大清仓 也一口气从3A将台湾球星林哲轩在内的三位选手 拉上大联盟 红袜今年换了新任总教练瓦伦泰之后 球队内斗的话题一直不断 主将贝基特等人对新任总教练不服气 导致红袜今年不但打不进季后赛 战绩更是滑落到北连东区倒数第二名 年金球员与总教练不合 闹到了球团必须在去留之间做出选择 昨年的交易案证明了红袜高层 选择支持总教练 也开启了红袜重建之路 红袜前主炮刚萨雷兹是西班牙裔的球员 他到了西班牙裔球迷众多的洛杉矶 适应得最好 昨天转队收打席就轰出三分炮 红袜前王牌头走贝基特 则是若有所思 林哲娟这次借着球团大清仓的机会 升上了大联盟 出载机会将会比5月首度上大联盟时要多 预期能带到球季结束争取更多的表现机会 东新闻众头报导 出载机会将会比5月份上大联盟时要多